巴西前总统卢拉因贪腐罪,被判12年,无缘今年大选,资料图巴西前总统卢拉,当地时间,2017年7月12日报道,巴西前总统卢拉因贪污罪,被判处9年6个月的监禁,来源图说国际IC,这是自1988年巴西宪法生效以来,首位遭到判刑的巴西前总统,当地时间,2018年1月24日, 巴西圣保罗巴西前总统卢拉现身发表讲话,与支持者会面巴西贝洛哈里桑塔巴西前总统卢拉现身当地出席执政党劳工党建党38周年纪念活动,当地时间,2018年4月5日,巴西圣贝尔纳多杜坎普巴西前总统卢拉向支持者挥手,当地时间,2018年4月7日, 巴西圣贝尔纳多杜坎普巴西前总统卢拉出席活动,纪念亡期因贪腐和洗钱罪,被巴西联邦地区法院二审判处12年01个月,有期徒刑的巴西前总统卢拉,被巴西警方带到位于巴拉纳州,库里蒂巴的联邦警察局,正式开始入狱服刑。